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组谈经 一一九五 心极是旺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你怎么这么害怕你的心呢 你一直害怕它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 你家的巷子有一个流氓 你一直很害怕它有意义吗 你家的对面常常在闹鬼 你害怕那个鬼有意义吗 你家的后面常常都有蛇触摸 你害怕那条蛇有意义吗 不要害怕 就是正面去面对它 它不是敌人 佛法不是武器 你不要拿武器去对峙敌人 你应该去认识它 认识心中的蛇 认识心中的流氓 心中的鬼 心中的鬼就是心魔 学佛就是要去认识你自己的心 它变来变去有错吗 有过吗 有爱到你吗 就像我们在这里上课 外面的人没有爱到我们 他们走他们的 我只要了解到他们那样走是正常的 他不爱我 我也不爱他 所以 色不爱空 空不爱色 你不要觉得此二者是抵触的 你有长期去观察你的心吗 你的心就是这种状态 一个缠者要去了解你的心 了解之后 你就不会害怕你的心 你也不会被你的心影响 折磨 束缚 这些不是风凉话 而是你透过不断的认识 青山不爱白云飞 竹蜜何妨流水过 怎么会爱呢 心被拉走了 谁被拉走了 忘心拉走了谁 自己不是心吗 无心恰恰用 恰恰无心用 我们现在是针对修的角度在说 因为你不懂认心字 即你不懂你生灭的妄念 你的心念 你只要看清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缘生是幻生 缘灭是幻灭 生灭本幻 本幻即空 空即不生不灭 你要慢慢去观察到 它是虚幻的 因为它是缘起的现象 它是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叫你去认识 而非叫你赶它走 也不是叫你把它压着 因为你只要知道 它本来是虚幻空计的 那就没有事了 你心中这些干扰你的事 其实对于你而言 那就是一种烦恼 它一直困扰着你 你只要能贯穿它 不是真实的 你就没有事了 你的心就可以不受干扰 就可以平静了 你的观照能力要很强 否则你听起来很简单 而实际的操作 并非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你想观 就被它拉走了 因为你没有定力 禅宗虽然不讲止观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从止观下手 如果你有办法 你就应该要超越 否则你还是要处理 你不可以骗自己 你没有定力 就没有办法观 所以你要先培养定力 那你就要先修止 等到有一天 你的定力够了 你可以修观 为什么说法无定法 我所讲的 并非每个人都使用 你们的程度 包括修行都不太一样 你要懂得如何调整 哪一个比较简单 修定力比较简单 但是 如果你只修定力 智慧是生不起来的 你要有关照 如心经所言 照见五蕴皆空 这样的智慧展现了 你才可能度一切苦恶 大部分的人 还是要先止 很少有人 可以直接修观 或止观双印 有的人观照能力很强 但是定力比较弱 有的人定力很强 但是观照能力比较弱 但是大部分的人 二者都很弱 你是什么状态 你的内心 要自己知道 你不能糊里糊涂 修行最怕糊里糊涂 每次都只是傻傻地做 就不能与智能相应 你没有能力直接关心 你也可以先停住心 重点就在于你要会 文后思维 你有去观照 你的心形成的因缘吗 心平和老池界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兴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